没有老师能不能成就能成 孟夫子就没有老师 他司法孔子 孔子是已经过世了 孔子的著作留在世界 他就依照孔子的著作学习 学孔子 学得很转 有一问 孟子那个时代还有孔子的学生 还有不少学生还在试 就向孔子学生请教 他学成功了 成就超过孔子那些学生 你看中国人称 夫子是智慎 称孟子是亚生 他自学成功的 超过当时跟孔子那些人 所以 古人称他为私俗弟子 老师不在了 他跟他学 学得很像 那么在中国历代 都有这种人 司马迁 写四季 他学 左秋名 左秋名不在 左秋名跟孔子同时代的人 司马迁是汉朝人 学古人 专攻左转 这是左秋名的著作 一身专门学左转 学得很像 变成一代文豪 这司马迁 还有一个人 韩玉 这大家晓得唐朝大文学家 唐宋八达家 排第一位 他跟谁学的 他学四季 司马迁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他的文章学的 确实跟四季差不多 比美 这个都是 做古人的四季弟子 历史上这种人很多 到我们这一代 我还看到 方豪 那个时候 在台湾 他是天主教的 一个主教 不是恒大的主教 他的教堂 跟我住地方很近 我进出 都要从他教堂问口经过 我们认识了 他出众比 未学立员 政治大学文学院的院长 以后他是院士 初中比 也是自学 专攻宋司 宋朝的理事 他就学这一部书 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对宋朝方方面面的时候 你去问他 他们也不知道 变成专家 这个成就了 只要是一门 持之又狠 一门深入 尝试寻修 老祖宗 告诉我们的 秘诀 成功的秘诀 不能搞太多 不能搞太杂 心要用的转 置心一触 无死不万 方神父 置心 于 宋司 他成功 请不吝点赞